但是呢 講到這個余天跟李雅萍夫妻 說真的 他們這輩子餵三個小孩 真的是超 真的是超煩的 余天余大哥 我每次遇到他 我以前總覺得說 他即使看到我很高興 滿臉笑嘻嘻的對不對 尤其2020那一次的話 我去幫他站台 他剛回來看到我 哇 滿臉笑容對不對 可是我總覺得余天余大哥 他的眉頭 總有一件事 像他眉頭伸手 頭都整條 後來我就慢慢的 去回想才發現說 真的他這一輩子 即使在演藝圈大紅大紫 而且地位這麼的崇高對不對 可是他總有很多繁星的事情 一直嵌 即使到現在已經76歲了 對不對 說這些事情 每天也是追隨他 尤其是小孩的事情 對 你看 那今天這個事情有沒有 這個是誰 余天的女婿啊 就是那個余彥琦 他老公Garry嘛對不對 你知道嗎 他4月30號那天因為炸團 被逮捕 那現在檢方 檢警就查出來說 你這個Garry在這個炸團裡面 當作收水手 什麼叫收水手 一般出去的話 我們去拿錢的話 那個叫做什麼車手 對不對 對 那車手把這些錢拿回來之後 要交給誰 就交給這個收水手 那這個收水手之後 再把這些錢有沒有 再轉去給他的幕後老闆 對不對 而且現在檢方啊 已經把這個整個詐騙集團 全部都一網打進 包括他的張姓老闆對不對 他們在做虛擬貨幣 跟幫人家洗錢 這塊 還有那個什麼 遊戲這個必代儲的那個業務 所以你看 這個案子的話 現在啊 這個Garry已經被收押禁見 為什麼 其實之前就是因為有個老翁 被人家騙了 你知道嗎 他匯款了五六次 總共大概600萬 他發現說 那錢會出去什麼事情都沒有 所以他向警方報案 那警方就跟他講說 好 那你再約他 下次我要交付 那個付款的時候有沒有 警方就在現場埋伏 果然就當場抓到這個Garry 所以這個Garry 說真的走就走不去 可是你知道這個Garry 被抓的時候 他非常淡定 他竟然還說 看他掏住一張名片 這張名片上面寫什麼 余天辦公室的特別助理 還掏住余天辦公室 特助的名片 他就向警方講說 我余天辦公室特助 我怎麼可能會做 違法的事情 我是善良的國民 你們是不是抓錯人 對不對 那可是檢警 已經把所有的資料 弄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看整個一多端嘛 連他的上游下游 全部被抓了 所以你說實在話 你還討得掉嘛 對不對 那余天就被問到這個事情 對不對 他超氣 對嘛 你們警察原來在做詐騙集團 對不對 你現在對這個事情 你怎麼說對不對 可是余天就講的 欸說真的 實在是做詐騙 可惡 我最痛恨 我跟李阿平兩個 最痛恨的就是做詐騙集團 對不對 你做這個 要整多久 你要整多久 我不會插 我絕對不會幫他找律師 還有人做的 還有人家 那可是許小星看到這個事情的話 就講瘋狂話了對不對 你余天不是4月14號表 他要參加民進黨新北黨部的主委選舉嗎 17號又突然退選對不對 所以很多網友 大概就在講說 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余天你知道你女婿 涉嫌詐騙 退選對不對 許小星就說 你看我就不會去怪你啊對不對 吃蛋你不會那個 講風涼話 說真的 這件退選的事情我在這邊講一下 幫天哥講一下 其實這之前新聞都有報導 對 說真的 他就講說因為知道 接下來新北市長選舉的話 現在目前新北市民進黨最有可能是誰要出來選 蘇巧惠 那蘇巧惠這次也剛好要參選新北黨部主委的選 的那個選舉 所以余天他就認為說評估之後他覺得說 我乾脆辭掉讓年輕人來做接班 對 而且讓蘇巧惠出來的話 剛好可以對他接下來的選舉有幫助 而且說真的 他為什麼要退出的話 其實他那天突然間說 說表他要參選新北那個黨部主委選舉的時候 第一個反彈的是誰 是李亞萍 你知道嗎 因為余天2018年不是因為三重立委補選嗎 他選的時候 後來2020就加入選舉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他沒兩棟老家家 他就要選議 李亞萍那時候就覺得說 欸為什麼人家選議都賺錢 你選議就要賣錢 對那個時候就有在講 你現在幾歲了 對不對 還出來賣這個要幹什麼 所以李亞萍從頭到尾是反對的 所以他講說跟老婆結婚這麼多年 他到底為什麼還要出來再選這個 再藏這個渾水 好啦 那我們再講回來 剛才講到說 余天真的我就分析一下 余天大概50歲以前 說真的他的生活雖然很風光對不對 可是他的家庭也不是相當的省心啊 讓他省心 1992年他有個弟弟叫做魚龍有沒有 這神話KTV裡面不是被火燒死 那個時候留下的就是他的遺孫寶如 跟三個小孩對不對 而且這三個小孩後來就是因為什麼 父母早期離異啊 心情不好啊對不對 所以那個小孩後來還吸毒被抓 所以那時候紀寶如也是為了這些事情 真的是心力交瘁啊 那余天也在後面也幫助他們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說你看 弟弟被火燒死 他要去處理這些事情 那是不是壓力就很大 2006年他另外一個弟弟叫余福星對不對 這個弟弟很早以前就過記給其他人 可是因為在大陸 因為販賣海洛英被抓到之後 2006年被槍斃 其實他那時候被抓的時候 余天曾經花了好幾百萬 他聽說我花錢下去 可以對案對不對 收買什麼法院啊 收買一些公安啊 收買一些司法人員的話 是不是可以保他弟弟平安回來 可是後來沒有用 錢花了之後 他弟弟還是被槍斃 所以你看他在兩岸之間奔走的話 弟弟還是被槍斃 所以他的壓力是不是也很大 好 好不容易兄弟這些事情結束對不對 都是花大錢 接下來大家都知道余天有三個小孩 老大就是女兒余小平對不對 第二余彥琦 第三就是余祥泉對不對 這三個小孩也沒讓他省心過啊 余小平他現在沒有結婚啊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嗎 他當年因為喜歡上一個小他十幾歲的男生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他們很怕他 因為那個男生在美國對不對 他們就很擔心說 我的女兒會不會為了愛 就是戀愛鬧的時候 為了愛跑到美國去跟他私奔 所以李亞萍那時候為了怕 女兒私奔對不對 竟然把他的護照給藏起來 對不對 不然你如果跑去 我的女兒要去哪裡找 對不對 可愛的 所以後來余天也講了 沒關係 他很霸氣 他說即使你這輩子不嫁人 老爸養你一輩子 哎呀 他說真的啦 真是個好爸爸 沒有啦 你女兒愛女兒 可是你要養他一輩子 攻擊起來 現在也是有些困難 好 那我們講到小兒子 我一個男孩叫做余祥犬 余祥犬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你看出了多少事情 他的新聞 以前不絕於新聞嘛對不對 又吸大麻 又跟人家什麼起衝突打架 後來去立法院當助理的時候 車要給你亂停 對不對 他被人家檢舉 所以余祥犬那時候也不讓他省心 一件一件事情 接下來一直在處理 上個節目哭成那樣 沒有辦法 那個是被霸凌 不管了 沒關係 就引起他的躁鬱症 那個嘛 那你看余祥犬 說起來 不過幸好這幾年余祥犬 因為他結婚生了小孩之後 有一個爸爸有成熟的樣子 所以以前就比較省心一點 可是第二個女兒余彥祥 對不對 你看 他當初跟這個Gary 是相差四歲 對不對 2017年相似沒多久 他們說相似兩個月 肚子就有了小孩 那個時候Gary 那時候看起來不錯 他跑去他家提親 希望說能夠跟他結婚 而且結婚的時候 2014年 發現余彥祥犬 離癌之後 他就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余彥祥 老天送給他最好的一個禮物 為什麼 其實剛開始兩個人很恩愛 相差四歲的姐弟戀 對 姐弟戀 而且那個時候余彥祥 他是新型子宮 是很難容易受孕的 可是他就生了兩個小孩 你知道嗎 可是你看 那個時候 2019年余彥祥癌復發 第三期的那個直腸癌 後來那個 癌細胞就擴散 對不對 那時候他還要 Gary說你又去帶別人 跟我在一起沒有用 而且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他在離癌在治療過程之中 你知道他又懷孕倒在第二胎 他還勉強用力的把他生下來 他想拼出這個第二胎 所以Gary那時候就覺得說 不行 我愛你就是愛你到底 對不對 我就只愛你一個人對不對 而且他還自責說你看 你都已經生病了 你還讓你生第二胎這樣 那時候李亞平覺得說 哇這個兒子有夠好的對不對 這個人真的好過細心 不過那個時候 真的也是不離不棄 對 不離不棄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余彥祺講說 我真的愛你 我真的是嫁對人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Gary在余彥祺走了之後 他還寫下一封信 就告訴人家講說 我真的這輩子就愛你一個人 對不對 你交代我的事情 還有生的這兩個小孩 我一定會好好好好把他照顧好 可是哪知道 現在一下涉入這個詐騙集團的那個 當那個收水手 那你接下來 你怎麼樣照顧這個小孩 而且你知道嗎 余彥祺在第一時間跟李亞平就想說 我要把這兩個外孫跟外孫你帶回來養 對不對 我自己來照顧 哪知道說 這兩個找不到人 然後說都兩天沒去學校上課了 兩天沒上課嘛 好可憐 那幸好現在新北市的社福中心 跟海神分級 已經找到了這兩個 現在這幾天 就是他的阿公 在照顧這個小孩 所以還照顧得不錯 好啦 那不管怎麼樣對不對 這個陳建就是Garry 大家就覺得說 你這個奇怪 其實余天現在就講出來說 其實他當初雖然覺得Garry是不錯 對不對 可是他那時候後期就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 他說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詐騙集團 因為為什麼 他跟他女兒過世之後對不對 他就跟女婿很少有來往 為什麼 除了要看這個外孫跟外孫女的時候 才會叫這個什麼 女婿把小孩子帶過來嘛 可是他帶來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說為什麼你每次帶小孩來 都來衝衝去衝衝 而且他突然想起來 那時候晚上的那個時候 那個余燕期還沒有走的時候有沒有 期期還沒走的時候 就常常跟他就有跟他講說 為什麼他們 晚上都沒回來 對不對 你不是在你媽媽的建築公司上班 為什麼你都是晚上出門上班 他就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可是你看後來因為女兒過世了 他就沒有跟這個女婿有深入的往來 所以現在很多人講說 很多人講說你看你退選 是不是因為你知道女婿設炸 余天就講說這種不光彩的事情 他自己竟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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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知道 他也不可能會跟他講啊 對 合理啊 對 所以他那時候 這件事情說真的到此為止 就是說余天 其實他知不知道他那女婿設炸 這件事情的話 說真的不要再過多的推論跟聯想